弟兄姐妹平安 你相信困难会带来神的荣耀吗? 上帝常常会呼召敬畏祂的仆人 去从事天然能力做不到的事 甚至凭着过去生活上的成功经验 也不足胜任的任务 但是上帝会一步一步引领祂的仆人 加力量给他们 只等到他们成全祂的旨意 摩西汉亚伦就是上帝忠诚的仆人 当神听见以色列人在埃及被奴役的哀声 他就想起与他们所立的约 上帝为自己拣选的百姓的后代 被压迫、被虐待而感到忧伤 最让神痛苦的是 住在埃及地的以色列后代 早就忘了祖先的神是谁了 神全全主导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计划 让离开的过程变得很戏剧化 他差遣摩西和亚伦去向法老争取离开埃及地 但是神坦白地说 我要让法老的心刚硬 因为我要在埃及多行神迹歧视 原来法老屡次刁难 是因为神要行各样的神迹歧视 好让以色列人和埃及人认识约和华 是掌管天地万物大有全能的神 在威武的法老王面前 亚伦不畏生死 战战兢兢举葬击打了尼罗河的水 水变成了血 这是上帝对埃及施行十个灾害中第一个灾 象征约和华神胜过尼罗河神 血水使鱼类大量死亡 泥土不能耕种 埃及人的生命线断绝了 法老的术士也能把水变成血 但是他们却不能让血变回水 法老并不在乎人民的生死 刚硬的转头就走 比起放弃庞大的劳动力和经济资源 一点点饥荒灾难也不算什么吧 诗篇135篇5到6节 诗人在描述出埃及的故事时说 原来我知道约和华为大 也知道我们的主超乎万神之上 约和华在天上 在地下 在海中 在一切的深处 都随自己的旨意而行 神的终极目的是要让世人认识 祂的全能 也让祂的百姓 重新赞叹祂奇妙的作为 当圣灵感动我们要去承担公众的责任时 我们能够挺身而出吗 摩西以亚伦 无惧生死 顺服上帝的吩咐是我们要学习的 当困难屡次发生在我们身上时 我们仍然相信神掌权吗 若我们信靠祂 求告祂 祂必在我们身上彰显神迹奇事 带来祂的荣耀 因为祂喜爱敬畏祂 和仰望祂慈爱的人 愿祂在困难中经历神的大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